hello 大家好 现在呢是三月底 三月底四月初 然后呢这个倒春寒已经过去了 春暖花开 大地就是土地呢真正变得 warm 起来 热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种 豆类的东西了 在育种的时候呢 就是说 这个土呢 你可以在 home depot 或者什么地方买那种 就是说什么garden garden的那种soy 对 装到这个盒里的时候呢不要装满 要装的就是说 要有流出一寸的这个 空间来 那我们先把呢这个土 先把 把它都弄湿 用弄湿以后呢这个土 它都就是说 结结实实的都真正的渗下去了 这样呢你放下去的种呢 不会再移动 所以说先先让你这 这个盆里的水 土都要充分的湿透 就差不多了 这样子呢就是说这个 这个盆里的土呢 就是说都湿透以后呢 这个可以把种子放里面 这个种子呢 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说 他们都建议你把种子 放到水里面去soak一下 就是说泡浸泡一下 overnight 泡几个小时或者是泡一夜 然后再把它拿出来 来种 但是呢我都觉得挺麻烦的 其实呢就是说它之所以泡这些种子呢 就是让你的这个种子发芽比较快一点 但是我觉得天气奶和了以后 你发种下去的东西 一个礼拜它们都能出苗 所以说我也不用泡它 我就直接把它放到土里边就行了 那如果你想要让它快的话 你可以放到水里边去soak四五个小时 或者是一个一晚上第二天种 那我们现在就是 就是把它种下去 我有几种不同的豆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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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豆角都好像很饱满 所以我觉得它们应该都能除 所以我也不需要一个里边放好几个 最后就把它放到中间 这就四个 这样就把豆角放里边 其实就是说你要是有地的话 地都是现成的话 你也不需要放到这个盒里边 你直接放到地里边就行 因为我地里边呢 我还想让地再晒几天 所以说我就想先育苗 然后育了苗等着地晒好了以后 我再把它木到地里边 如果说地你已经都晒好了 那你就直接把它放到地里边 就更省事 省得一次一次的去冻 伤了它的根反而不好 还有一个就是你如果要是天气寒冷的话 天气寒冷最好不要种 因为咱每年试验的都是这样子 如果天气寒冷了以后 你放到地里边的话 它都经常就说你的那个种都给坏了 它也不生长 因为太冷 所以说它都要特别 有的时候长出来 也都好几个礼拜才能长出来 所以我的经验就是说 一定要等着天气热了 像现在这个天气都热秃秃的 都觉得很热了 然后地里你摸一摸都是发热的 这种时候 只要种上去 一个礼拜就出芽 也不需要泡种 你这个用这个盒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你可以要是哪一天晚上特别冷 你可以拿 对可以木到家里去 把这些种放里边以后呢 你就再盖上土就好了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给它留出足够的 就是一寸的这种空间 然后呢再给它盖 这样呢就是土放上以后呢 盖好以后呢 你就再焦 再把它焦透 我想这差不多了 应该是都充分的湿透了 这个弄好以后呢 最好把这个东西都放到这个地里边来 不要放到水泥地上 因为这个地里边呢 因为它是接地气的 所以说呢 比较有利于作物生长 如果放到水泥地上 因为它是没有真正和这个大地接触 它这个还主要是放在地以后 这个地晒出来的一种蒸汽 对 对它也有也有好处 所以说我们就把它放到这里就行了 如果 我发的苗过了一个礼拜 陆陆续续的这些豆角都开始冒头了 两天就是埋下去的这些种子呢 现在呢 已经都开 都全都都长出来了 这些呢 都是豆角 我栽了几颗不同的豆角 都是不同品种的豆角 你看这豆角都已经长得这么长了 而且它好像很聪明 很Clear 是吧 你看它们没有支架 然后它们就 它们都自己都盘到一块去了 高高的上去了 这三盘都是豆角 是三种不同的豆角 这个在育苗的过程当中呢 一定要就是说保持这些土呢 都是湿润的 因为它要有一定的湿度 它才能这个种子才能发芽 所以说你摸着这个盆 如果这个土有点干了 然后你就再浇一浇 就是说根据你的气温条件 就是始终要保持它比较湿润才行 这些种呢 如果说你有条件的话呢 你最好是直接 也可以直接的就是把种子 就种到地里就可以 种到地里呢 它们照样也长得挺好 现在呢 我们就把它们 移栽过来 移栽之前呢 就是说你先挖个坑 然后坑里边呢 最好就是放点有机肥料 我们呢 就是主要就放一些鸡粪和牛粪里 鸡粪 鸡粪和牛粪 鸡粪和牛粪 然后再和原先的土 再把它们都掺起来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东西 它的底肥就比较充足 然后呢 就把苗就把它们种 种上去就行了 对 这样呢 就是说上桌底肥以后 就把这个 把玉的苗呢 就是把它拿出来 然后把它 因为你玉苗的时候呢 最好就是用那个玉苗土 这样换外拿的时候呢 就比较好拿 你看它的根都长得 你看我瘦一下 瘦一下那个根 你看它的根 都已经长了很多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移栽了 这样的话 因为它的根都长在一块 这个玉苗土就比较容易拿出来 所以说呢 移栽过程当中呢 也不会伤了它的根 所以说呢 存活率就会非常高 不会死 对 这样就可以了 到时候呢 栽完以后 再浇透水 这样呢 我们就把这 剩下的这些呢 都按照同样的办法 都把它栽下去 好 这个从底下用手指头 这样从底下这一捅 它就上来了 上来以后 这样的话 就拿走 拿走以后 这样的 它就在这里边 因为核都是软的 从底下往上一顶 然后那个 整个的都出来了 对 这时候就把旁边的土 就推过来就可以了 不要 摁得太狠 因为摁得太狠的话 这样会伤到它的根 和它的那个结构 因为它已经都长了 那个结构 都呢 你要是 太狠了以后 然后就会让它的 那个根断裂 对 再一个就是说 在摘的时候呢 就是说中间 你要给它足够的距离 然后一颗和一颗之间呢 也要有距离 这样的话 它们才有足够的空间生长 大概是one feet one feet 所以一脚 一个脚 它就不开 就OK了 嗯 好 按照这个方法 把剩下的都摘上去 现在呢 我们把这一排 豆角 都 种上去了 我们种 种成一排 两排 到时候呢 可以打成架子 然后让它 顺着架子爬 那摘进去以后呢 就是要灌满水 就是第一次摘完以后 一定要把它这个水浇透 那这样的话 就是让原先的那个 那个河里拿出来的 那个土和周围的土 充分的都 要 要合到一块去 中间不要有缝去 嗯 就让这些土 实实了 对实实的 让它 这样子种下去 以后一颗也死不了 颗颗都能活 浇的时候 不要浇那个 植物 如果你浇植物的话 就可能把它冲断了 这种东西 所以说浇水的时候 浇的时候 浇中间那个地方 然后让那水流过去 这样的话就 我们的助理 现在很有经验 哈哈哈哈 浇旁边 在这地方 是吧 不要直接 打在 他的这个植物的头上 这样的话 他们就 浓民老大哥很有经验 对 没时间了 我一直在做的 对 这种东西 有机会 不过去的 我可能是在 水里面 没有人在做的 我可能是在 水里面 那天 我好 我了 像 那天